哇 这是你家的狗啊 对 我家没狗 你吃饭了吗 已经吃过了 哦 这里做客 我们是来吃饭的 不是来做客的 哈哈哈哈 哪家的吃饭 我就不知道吗 碰到你呢 不是在你家里吃顿饭吗 我家里 我的饭早就输掉了 就是我一个人在家里 哦 哎 你好 老板嫂 真以为我是亲戚啊 反正我 我以为你还真碰到亲戚了 你刚才以为我真的是你的亲戚是吧 我刚才给我老大 找个亲戚啊 这是你老大 呃 我们是来这里 闲逛的 就是说白了简单一点 嗯 就是找人家家里吃饭 可以啊 那家伙电了 随便试一下 这是你叫老二是吧 老四 老四啊 你叫你 姓肖吧 肖老板 他是老大 肖老板有个大户人家 来 买个青菜就行了 可以啊 可以啊 四个人可以啊 没事没事没事 这饭都是亲戚不能吃的 没事的 欢迎了 大家还愣是吧 我们的肖大哥 就是那年开着宝马来趁饭 这家人 你好 嫂子 今天受到 肖老板跟嫂子的邀请啊 我们再次来到他家做客 哎 这点东西啊 嫂子 送你一点旺旺 家旺 事业旺 全部拿上 往财往客 好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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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嫂子 他们一家都在深圳 然后这两年 一直在那边做生意 原先他是村委会的主论 现在 就是等于说无官一身轻啊 所以他这几天回来了也 知道我们也回来了 就邀请我们来做客 来 进来吧 嫂子 这一次没有进去混鞋再出来 哈哈哈 你还记得 哇 上次来没进你家做 哇 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多水果 又干净又整洁 他们这个地方生产橘子 橘子好漂亮 是 你漂亮 摘柿子啊 对 就是这 车大哥说要带我们去摘柿子 有多远啊 就是这个 我打电话给他 但是他过两年就可以 就可以放在家里可以吃 熟了吗 还熟了 好 老师今天早上四点钟起来 他说给我们弄早饭 我看他发信息给我十点半 他说今天除了鸡鸭鹅 还有很多菜要做给我们吃 叫我们 他说连干州的那些矿种他们都来 他说 是啊 我本来是叫的 搞个狗 我来现在是搞了一个 如果是没狗 我说说打一双狗 我走去都联系好了 哈哈哈 很多好多狗在进来楼里面有 我 你是一样的 我占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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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占颜在进来楼里面有 送过来都好多狗 送过来都好多狗 你来的时候有好多狗 我全都打到进来楼里面有 我是爱狗人士啊 我声明一下啊 他们也是爱狗人士 只是方式不一样 下次没狗的时候就要狗人士 大龙你怎么爱狗的 爱他就吃了它 因为趁饭 才跟萧总跟嫂子这里接一碗 后面我们才知道 嫂子跟我家那个侄女啊 还是亲戚 我的侄女叫他这个村里 所以 其实趁饭接了很多缘 没有上次开着宝马来乘饭的话 那就不认识他们一家 开着宝马去乘饭 不料却结下了这段善缘 嫂子是一位非常勤快的人 见过她的人 都说她有望复向 不但厨艺精湛 还善解人意 这是我们家里的鱼 南方人爱吃鱼 这道菜也是招待客人的必备菜肴 海嫂今天代替我的位置 当上了霍夫 她这是考了大学 然后提的是服务对联 大家还认识这位大哥吧 我老大一直都是校长 老大原来是校长 看上去文字彬彬呢 我们 大老师 记得 来到小甲 来到这个村子 遇到了大哥 大哥 这样看着我们还以为我们是骗子 然后后面才来到他弟弟家的 是这样的 转眼间就一年过去了 去年 你现在退休了吗 退休了 这位是肖总的 弟弟吧 还是哥哥 两个是哥哥 你也是哥哥 我老三 弟老四 啊 我老四 这是二哥 这是大哥 二哥呢 可能都在广州 老五加在医院 哦 五兄弟 七姊妹嘛 还有两个妹妹 还七姊妹 真的是大家族 好大一棵树啊 哈哈 哈哈 走吧走吧 好像 我看到有几个是熟的 大龙 你上去 我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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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上去 我们要扎着这个就可以 对 你 要扶稳哈 放心 现在还是硬的 还没卵 估计还要放几天 长得高的好处就在这里 我们是够不着 我们的海拔太低了 打了果子 大家看看这个柿子哈 这个跟陕北 黄土高坡的柿子 不一样的 啊 这种柿子呢 比较干涉 土柿子 黄土高坡的柿子呢 比较红 它这个颜色发黄 这还是南北还是有区别的 我看到一个比较红的 把这个勾下来 摘不到 摘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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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 从这里摘得到 一边搞断了 嗯 哎呀 这个不错啊 漂亮 好 圆满收惯 回家了 收货满满 提了一大袋子 今天来到肖甲 来到肖大哥 还有嫂子这里 真的是又吃又喝又拿 好了 这期视频就为大家录到这里了 感谢家里面的收看 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